我小时候我很明确地知道 就是我喜欢什么类型 我那个时候就有类型 天哪 不是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就是我会觉得 我特别小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比如大十几岁的 就是 姐姐 姐姐 觉得好好看 你怎么可以在这里 一直谈着喜欢姐姐的事情 看看旁边也有姐姐 我是小姐姐 谢谢同学 小姐姐 谢谢小姐姐 不 像这种人之常情就不用谈了吗 对 喜欢郑老师人之常情吗 喜欢郑老师人之常情吗 难道说 我们四个不互相喜欢吗 喜欢 对啊 就确定喜欢 那是喜欢吗 那是 一声 大家好 这首歌 我们就速删处 第一个 然后 初歌 对 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 但是其实我算是独生子女 因为 也不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对 我小时候没这样玩 我小时候 我就跟我的表哥表弟玩得多 就我们三个一直到大 其实跟亲生的差不太多 所以他们现在这些小孩们 在家里也不知道 有没有姐姐什么的 应该也是独生子女吧 有 他们好几个都是家里 有兄弟姐妹的 彤彤和小宝都有 对 我一直觉得 其实如果说 如果家庭里面人口多一点 其实还挺幸福的 对 为什么 像我小时候 确实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 虽然那么苦 但你有兄弟一起 就觉得 吵的时候都一样是吵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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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